1949年9月至10月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队在湖南衡阳宝清地区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这场战斗的指挥者分别是号称小诸葛的白崇玺和林彪 这两位将军都十分的骁勇善战 尤其是白崇玺不仅特别的狡猾 而且几次三番的逃脱了追击 因此在面对白崇玺的部队使人民解放军十分小心 不仅制定了最详细和严密的计划 而且还提前派出侦察兵去刺探敌情 9月13日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向湖南衡阳宝清地区发起了攻击 不仅对国民党军队形成了巨大的包围圈 而且还迫使国民党军队一步步后退 最终白崇玺只能带着自己的主力部队向广西地区撤退 到了10月16号 这场战役终于进入了收尾阶段 湖南多敌不仅被解放 而且这场战役还歼灭了无数国民党士兵 最后湖南西部和南部大部分的地区都解放了 这场战争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 向华南和西南地区进军提供了有力的条件 俗话说的道者多主 失道者寡主 国民党军队在这场战争一开始就失掉了民心 所以这场战争的结局已经被书写好了 胜利终将是属于人民群众的